台灣總統大選結束 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 以接近80萬票之差 擊敗民進黨和親民黨候選人 蔡英文和宋楚瑜 成功連任總統 她說很感謝選民的支持 又說贏是因為人民拒絕貪污腐敗 堅持青年的努力,對不對 是 在馬英九發表完勝利的選舉之後 雖然延長的選舉 仍然有不少民族追贈 另外落敗的蔡英文就向支持者致歉 並宣布辭去黨主席一職 我們感到非常抱歉 讓大家失望 我們會深切反省 也會提出全面性的檢訪 至於敗選的責任 我將一先行行 我再次宣布 辭去民主政府黨的黨主席 今屆總統選舉 勝出的馬英九的得票率為51% 蔡英文就輸六個百分點 得票率為45% 選前被指陪跑的宋楚瑜的得票率 就只有3% 廣播新聞網記者劉童欣在台北報導